谁说年轻人怕苦 自尚未年纪才高中生的男同学 而趁着暑假期间的空档 有工作机会 什么都可以做 记者户来到是加入兰的后台呢 发现有一群年轻人 可能是新成立的团体 来问一下他们 请问是来表演的吗 是我们是来打工的来年轻人 不怕苦 我们会加油的 顶着大太阳 这三位男同学拿着锄头挖呀挖的 这钱可真的是不好赚 但为了这打工的薪水 拼了命的也要做 这样挖下来 同学说至少有一千元可以领 只能说这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而当中这位高同学 对于这样的工作 他有一般见解 其实不会 因为 现在感觉是有钱赚比较重要了 因为长大有的机会是可以出去 所以未来的话也是会继续升学了 只是说利用暑假来打工 先打工对 我们可能也是赚取上学资金吧 就这样 学生放暑假 有的人乐得就团出去玩 但有的可没那么幸运 这短期打工 可是为了要筹措学费以及存钱 脚踏实地的拿锄头 慢慢挖 赚到的不只有千元大钞 还有一份心里头的扎实感 以上的新闻由东台新闻部 正会如张玉成台东报道